不要一下子就画得太黑 你看看上去活的 但是你看这个面里面就是衔接 这边的面和这边的面 慢慢过渡到这种面 这里面画一些慢的笔触 然后再开始衔接到另外一个面 这边这个面 为什么它这个放宽石头是这样画的 它是不是根据真实的石头去画的 你去看真实的岩石 它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说它这个古人它都是造化的 它就是根据大自然的造化 自然规律去画 不是我们现在去零古化 零别人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去成长的 然后再去结合 去观察大自然的一些山式的结构 然后慢慢的这样的话 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石头的结构规律 你看这个地方的结构是这样 慢慢的你看到这边 这边就是这种深一点的地方 慢慢的到这个比较深的 不讲这有个卷折面 这些卷折面 这个卷折面的行李方向它也在发现变化 这种变化都是细微的 我们这个都属于E0 就是按这个意思去临摹的 没有完全去照搬 我曾经看到有些老师教学生临摹 都是去描稿 我描稿或者说打格子 这那种都是害人的 都是坑害学生 这种比较懒的教学方式 我们教人的画画一定要教人的方法 怎么去理解 而不是去解释的那些完成一个任务 这些这个 你要搞就画画怎么行 那这稿子上画功底画 也要去画30 功底画都不能那样 30更不能了 这个面它就比较平整一点 都这个面 所以就比较平整一点 比较有快有慢 有快的有慢的 慢的 慢的让它沉下去 快的让它凸出来 这样的话它整个画面 它就凹凸 就有立体感 它就体现出来了 靠近这个结构线边上 就要注意留一点点白 不要画实 这边比较的方向和这边就不一样 所以它两个层次就拉开了 这边的下边稳一点 这边下边就轻快一点 到这个 到这个地方它又开始转折 随着这个形状 往这边凹下去 现在说都是弹幕 但是用笔的速度变化 会产生凹凸不平的感觉 而不是靠这种浓弹幕去处理的 只靠用笔的力量和速度变化 产生的凹凸 这才是中国话的用笔 这个面和这个面 它是两个面 就是我们能看得出来 不是一个面 然后再找到这里 再调点膜 笔一定要那么尖 不要去用秃头的笔就好了 一定要有笔锋的笔 所以这里面的笔锋都要断笔锋 它接起来 这里有斜面 所以这边的面要有斜度 像这样 就是把这个感觉这个地方是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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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形状长短 注意要有区别 注意留白结构线边缘 一定要不要贴着 要有意思的稍微留下白线 若一若无的感觉 深浅后深 后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深的颜色 这边比较不一样 所以它每个面都产生了不同的质感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厚度空间感 立体感 这边比较平一点 下面的线条就平整一点 这边没有了 我们就随便穿一下 后面 后面是什么叫深的颜色 通过这个深的背景 震头前面的浅的 这在后面 你看看整个画面是不是跟书上的差不多那种味道 看吧 就是大感觉 就是质感就表达出来 每个面的用笔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加中笼就可以了 这边 这边都是后面加的中笼 我们可以这边也可以画一点 这种比较老辣的线条 这种弯弯曲曲的地方 它肯定下边肯定就是这种 凹多比较明显的地方 下边肯定稳一点 这边稳一点留 这边稳一点留 这边沉下去 那这边沉下去 那这边的 比较实在是比较多 这个层次结构比较多的地方 要注意 一直要顺着这个结构线的那种形状去 去用笔 笔的地方 就用点的方式 就是短 笔数短一点 因为这边没有了 就画得虚一点